在喜马拉雅山上 一位独来独往的修行者 正在往悬崖上爬 只见他赤着上身 下身只围着一条腰部 光着双脚 手脚并用 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爬 由于悬崖都是光滑的岩壁 因此修行者的行进十分缓慢 他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如果不慎滑落下去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一番艰难而危险的攀爬后 修行者来到了 悬崖中间一处平坦的地方 他选择在这里进行打坐冥想 之所以要冒险爬上悬崖打坐 是因为修行者 想用这样的方式克服恐惧 在这里视野广阔 心专注于空 空无所住 眼睛一闭 就忘记了万丈深渊 忘记了空间 达到了观空的境界 进入观空之后 就会觉得第十 山岩等都是空的 就像达摩祖师那两只眼睛 渐渐地忘掉了墙壁 忘掉了对面的山 对面的东西都没了 都关空了 自然一切本空 自然一切无念 就可以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 在这里打坐了许久之后 修行者继续往上攀爬 这个位置到处都是碎石 更加不好行走 快到崖顶的时候 这里有个崖洞 是最理想的打坐场所 于是修行者双腿一盘 在林寻的石头上面 坐了下去 很快就进入了冥想状态 在这里打坐 是有着很大的危险性的 如果心神不定 就有可能掉下万丈空骨 相传 清朝年初的时候 有一位禅师 叫做破山禅师 十九岁时 他在山中的一个悬崖上 打坐物禅 忽然他觉得 眼前的景致不再是山中林木 而变成了西方极乐世界 于是 他不知不觉地 站立起来向前走去 结果从山崖上摔落了下去 不过 跌落悬崖的破山禅师 非常幸运 他只是绞受了一点伤 当天夜里 脚痛折磨得他辗转难免 忽然一阵追心的疼痛 令他暂时忘却了 久久运结在胸 放心不下的种种疑问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因脚痛引发的轻松与清凉 令他兴奋不已 天亮后 他不再为遗云所爱 心中一片豁然开朗 他兴奋地大叫起来 有一个居士 以为他脚痛难忍 就来好言相畏 破山禅师 却对他说 非公警戒 意思是说 此时此刻 我如何能将内心 升起的喜悦传达于你呢 破山禅师开悟后 在破头山养伤百日 便下山开始了 云游四方 行脚求学的生涯 眼前这位修行者 也是如此 他也是在悬崖上打坐 也是达到了非公警戒 是我们常人 所不能理解的 当我们忙于上班 下班两点一线的时候 他所追求的东西 已经超脱于我们 在我们看来 他的行为很不寻常 甚至疯癫 但就像破山禅师所说的 我如何能将内心 升起的喜悦传达于你呢 或许 眼前这位修行者 此时内心的愉悦 只有他自己才懂 世人笑我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 修行者保持着 他内心深处的平静 最后 修行者结束了打坐 开始打道回府 但是上山容易 下山难 修行者要回到悬崖下方 注定很不容易 就像他的修行之路 注定艰辛而漫长 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